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很典型的病毒的传播链 也通过职场跟家庭传播影响到其他人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病毒无形 传播很快 市府宣示防疫决心 若摩铁暗地违规营业重罚业者15万元 检举奖金最高两万两千五百元 第三次再被抓重大违规者直接断水断电 疫调更是祭出四招 包括追踪手机数位足基图 云龙车变系统 查清简讯十连登记处及网络查IP位置 桃园市昨天公布的两位确诊的个案 是我们本县宝山乡某科技业的一个外包的厂商 他常住在该公司服务的一个员工 经本府卫生局协助疫调 一共匡列了一百四十五人 新竹县新增一例三十多岁男子 曾经到台北市聚会确诊 面对狡猾病毒不仅有人爬爬灶海开趴狂欢 让疫情再度拉警报 是否加强稽查要断开传播链 三十多岁男子 张映晴 以洪丽婷新竹台湾报道